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位嘉宾的基本情况 我和我男朋友今年已经打算要结婚了 结果他突然跟我说他要跟我分手 他说他受不了我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个话 每个女孩子从小到大的心愿 就是要拥有一场完美的婚礼 成为一个完美的新娘 因为每一个女孩子毕竟这一生 不出意外的话 他只结一次婚 那我肯定也想我的婚礼能够完完美美 他跟我说他要跟我分手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涛23岁 来自江苏 是项目金驴 女嘉宾小齐23岁 来自江苏 是一名淘宝店主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怎么认识他 就是2013年大概9月份的时候 我跟他在朋友一个派对上认识 然后他那个时候有男朋友 后来就是14年 他男朋友劈腿了 我男朋友劈腿了 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 然后他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 对我特好 然后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今年5月份的时候 他跟我求婚 我们俩就订婚了 然后本来打算今年年底结婚的 可是他突然说他不要我了 他以前就是我跟他挺相爱的 订完婚之后他就变得特别作 那是作吗 我就是想要一场完美的婚礼 怎么作了 他就为了身材好一点 穿个婚纱好看一点 他就整天就吃一些菜叶子 那不是吃菜叶子 那是一个很合理的 一个瘦身食谱 很多明星都是照这个食谱吃的 你知不知道呀 早上吃一个白水煮蛋 中午吃一个开水烫菜 晚上吃一份蔬菜沙拉 你吃个菜叶子就吃个菜叶子 你还拉着我干嘛呢 也得吃是吧 对 也得吃那菜叶子 那他陪陪我 我不是有点动力吗 我一个人我也坚持不下去 这是小事啊 不至于啊 就陪着吃呗 上次我一哥们 他喊我出去撸个串 他也不让我去 凭什么他能出去撸串 我就得在家吃菜叶子啊 不是 你也可以去啊 那我要是去了的话 坚持吃一个星期菜叶子 它不就没什么意义了吗 是啊 你带着一盆菜叶子去 看他们撸啊 不行 反正我就是不让他去 他当时就是手里拿了个菜叶子 眼泪就巴达巴达往下掉 我实在没办法你知道吗 我说算了 我不去吧 他不仅为了这个结婚 为了就是说减肥 他要美白 哪个姑娘不想自己白白的 整天这防晒霜一层一层的 还要穿个防晒衣 还要打把伞出门 我跟他出去逛个街嘛 就忘记带伞了 我们就专门挑那阴凉的地方走 然后走着走着要过马路了 他就不肯走了 在那跟我闹着啊 那你跟大家说说我 那是为什么呀 我那不是就是为了治你犯懒吗 咱们是不是走到家楼下的时候 我跟你说没带伞 让你回家去取 你就非跟我犯懒 非不去取 还跟我保证说什么 这一道都是阴凉的 肯定没有晒到太阳的地儿 那这不就有晒到太阳的地儿了吗 那不就几步路吗 一条马路 我就是不走 我就是要治治你 至于吗 姑娘 过个马路晒不着吧 南京太阳你不知道 它得多热呀 它晒一下 我觉得我就得黑个两三度 南京太阳没那么烈呀 你看他这个肤色 就是在南京那太阳晒出来的 除了这个减肥 美白 他还去练瑜伽你知道吗 挺好的呀 健康 练瑜伽他还要带着我 瑜伽房里全是姑娘 就我一个 那练瑜伽大家也都知道 这就是全民公认的 都很健康的一个受认方式 那你都不同意我吃菜叶子了 我拉你去练个瑜伽 你也对我不高兴 他天天回家 一回家让我给他练瑜伽 然后呢 还让我做100个俯卧身 100个哑链 那你现在能做吗 能 能 能 你给我们做二似的 这都是我练出来的 这挺好的 来 起来吧 起来 这多好啊 绝对健康啊 以前不能这样 你看现在多好啊 这得谢他呀 没什么呀 我每天就是上班 就挺累的你知道吗 然后回家就想吃个饭 洗个澡 休息一下 哎呦 你这给他调养得真好 你看他做完以后一点不喘气 说得特别流畅啊 问题他是太苛刻了你知道吗 他苛刻到什么程度 必须就是说不管我多累 不管我说多 就是不管我都不会多累 以前我让你陪我干什么事的时候 你都高高兴兴陪我干 我不叫你 你还跟我生气 我现在叫你陪我干什么事 你就全是牢骚 我就是想要这么一场完美的婚礼 但我就觉得他不重视这个婚礼 我就对他这一点特别不满意 这个我觉得都是小事 没什么 调整一下就好 不是啊 你说他什么事都不愿意陪着我就算了吧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订桌的事儿 我希望能请66桌人 因为咱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 都喜欢6呀 8呀这样的数字 我就觉得66它这个数字特别好 象征着我们俩婚后的生活 能够幸福顺着溜溜的 那我们家总共才多少人啊 总共也才二三十桌 你让我去哪儿凑这66桌人啊 这个挺蛮的66桌 660人 你微信好友什么的 都给他发问问看 你觉得但是请这些人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了 我不就想让大家见证一下 我有个幸福的婚姻 我这事儿没事儿 今天所有来录像的 老师们 观众们 管我们火车票 管我们住宿 我们去 为了你们的幸福 我们去 这个我同意啊 你得问他同不同意 兄弟有那么多 你懂吧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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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说 请66桌那么多人 你知道我单位人怎么说我吗 就说我 你是不是结个婚 要把大半辈子 那个分子钱给赚回来啊 我在乎的 不是他们带不带钱来 你可以跟他们说 他们不用带钱过来 来吃这顿饭就成了 不是 那这个饭钱谁出啊 他们家出 你不出的啊 我们家已经出了我的嫁妆了 怎么还出饭钱呢 这个经济上有压力吗 很有压力 你看有压力啊 未来日子不是还得你们过吗 那这个事儿 咱们先不说它了 我跟你说的婚礼主题的事儿 你也给我定不下来 你整天的婚礼主题就三天一换 然后策划公司换了很多家了 你知道吗 你要什么主题啊 我一开始想了一个自行车主题的 就是我在网上看了一个特好的 那种环保主题 就是新郎和新娘骑个自行车 后面车队就是自行车车队 我觉得这个很好嘛 它标新立异的 她妈就说觉得这个有点上不了台面 不是传统婚礼了 那行 那我就换吧 我又想了一个那个 就是水下蓝色主题的这么一个婚礼 就是咱们给每个宾客 都给他配上一个就是清水服 然后给他配个那个氧气面罩 我们俩也这么穿 然后在水下那也得多为美啊 你说拍个照片都那么好看 不然那你们去哪儿潜啊 就是去找个水下的那种 就是一般那样高级酒店 它的底楼 哪个高级酒店能塞660个人 同时在池子里 吃饭的时候给他拼个66桌 然后下水的时候 就是亲朋好友这么来一下就成了 我想的特好 他就跟我说说这个事容易出危险 说他们家宾客也没几个会游泳的 好 我这又想了 我又想了一个那个就是中式复古的 我像一个格格一样 他像我的驸马一样 然后我穿个那个格格的衣服 然后戴个格格的那个头套 你那衣服得多胜人啊 我那个怎么胜人了 他就到时候骑个马 然后后面跟个八台大叫 他要到我们家来接我 然后他妈也不同意 他妈也说 这古灵精怪的怎么地怎么地 你别说我妈不同意了 我也不同意啊 那你这些主题 全部都不能完成我的心愿了 那我就让你给我录个VCR 你也在那推推脱脱的 录什么VCR 就是我们婚礼之前肯定 那我是不是陪你去录VCR了 就是我以前跟他出去约会的地方嘛 都给拍了 他之后还让我爸妈去蹦个集 录个VCR你知道吗 不是你爸妈蹦践 然后喊什么呢 喊就是说让他嫁给我吧 是这意思 让你爸妈喊 对 这不是挺浪漫的吗 这我爸妈多大岁数了 心脏受得了吗 我不就是想着你爸妈这样一喊完 我不就能闪亮灯场了吗 他爸和他妈喊 小七嫁给我吧 嫁给我们儿子吧 如果你真的要他们喊 爸妈跳下去 可能不会喊说 嫁给我儿子吧 儿子会喊救命啊 是 我也想到这儿了 我就说你爸妈不录 你给我录一个就行了 那你又推三组四了 那我陪你在一起多久了 我多孔高你不知道吗 孔高它是可以克服的 那个电影不是你陪着我看的吗 那是不是 高云和赵又廷演的那个电影 赵又廷她试的那个角色 她也有孔高症 怎么人家就能为了高云院 去奔这个集呢 你就不行了 那不是每家人结个婚 都得去蹦个集 那我不蹦就不行了是不是 你整天就能不能 不要活在电影里面 你就是不爱我了 我让你干个什么你都不愿意 我让你陪我干个什么你也不愿意 所以她现在提出要跟你分手是吧 她就是不爱我了 她整天现在还疑神疑鬼了 我每天一下班 手机必须得上交 她没有翻到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然后呢她就说 你是不是给我看之前 把东西都删干净了 你那肯定删干净了 谁还没有个异性同事 谁还没有个异性朋友 我都有 那我有异性同事吗 不是 你是什么单位 两个人 就是建筑方面的嘛 谁还没几个异性朋友呢 你别说你异性朋友也没有 有 但是就没有聊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她不信任我 她要求我每个礼拜 跟她随机换一天 交换手机使用 然后呢就是说 她随机的那种 就生怕我跟别人说算中好了 我明白就抽查是吧 然后我工作上还挺忙的 就是说有些电话 什么领导电话 什么短信都收不到 就很耽误事 她过去不这样吧 她过去就不这样 就订完婚之后 就变得就莫名其妙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姑娘 我这样不是想 如果我抽这么一天 跟她换的话 她就没办法给她外面 什么小情况 什么偷门报信了 你觉得她有情况吗 这也得问她呀 可是我家跟外面 就没有人啊 她之前看到什么 那个离婚律师嘛 就姚晨眼的那个 她非要让跟我 签什么条约 就是结婚以后 所有家伙都得我来干 就不管我多忙 都得我来做 然后还有第二件的 你身为一个男人 你干点家伙活怎么了 我这个要求过分嘛 你问问台下这些女孩子 哪个女孩子的男朋友 不是在家里干家伙活呀 我不是也帮着你干了吧 你那叫帮我吗 他把那个吃饭的碗 就是往那个池子里一放 然后呢就是说 喊我过来去洗吧 除了这条还有什么呀 就是所有的家伙你干 还有那个就是说 她在外面嘛 人家不开心了 或者心情不好了 我十分钟之内 就必须得出来见她 等于谈恋爱的时候 都没这要求 结了婚要这样 对 干嘛要这样呢 姑娘 我这就是希望 我婚后能有点保障呗 啥保障啊 你看她这么帅 我觉得心里头 特别安全感 她要分手 你不想分 但是她还得满足 你这些要求 是吗 我问几个硬性问题啊 66桌能不能改桌 不能 你那主题婚礼怎么弄啊 能变吗 主题婚礼我已经妥协了 我说了 我愿意去接一个 这种传统的婚礼 她后来是愿意花那个主题 办一个很普通的那种婚礼嘛 但是她之前她在网上找了一个很著名的那种 这种策划公司嘛 大概是30万 就全部 只是布置和策划 对 只是布置策划 就要30万 然后我爸妈当时就不同意了 她就跟我妈在那结 当时我爸妈面说 就你们家想不想结婚了 二三十万就出不起啊 这么想空手套白狼啊 这么抠 当时不是 不是针对你妈的 我那是对事不对人 就是你妈那个态度在那说什么 你这个婚怎么结啊这么贵 你看哪家人想娶你 这是什么话啊这个 有房吗 有 谁出的 我们家出的 有车吗 车他们家出 她那是个什么车 你那是个什么房 140这样子的 你那房140啊 对 在南京啊 对 全是爸妈给的啊 爸妈给的 那她那什么车啊 她就是30万的轿车 就赔一个轿车是吧 还想要啥呀 一个轿车已经够了 人家结婚都这样的 我就问一下 人家没药啊 姑娘 咱不用那家策划公司 行吗 我想用 婚还是想不想结 想结 我就不想结了这婚 真的 真不想结了 订完婚之后 她整个人就变了 你知道吗 我在想 如果结完婚以后 我们俩又是另外一种 什么样子 那我做这些 不都是因为我爱你吗 我吃菜叶子 我去健身 我美白 我不都是希望 我们两个到时候 能拥有一场完美的婚礼吗 好 那你们男人不都爱比 谁的新娘子漂亮 谁的女朋友好看 谁老婆最美 那我不就是想 让你拥有一个完美新娘吗 我这么做有错吗 我 老师们 看一看啊 这喜事办得够闹心的了 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秋彼特文件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其实是很配的 但是你们两个 彼此立场 看法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女生 有点是这样 如果你连这些考验 都不愿意做 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 可是对男生来讲 你认为婚礼就是那么一天 但婚姻是一辈子 你为什么要用这一天 来为难我 你很害怕 以后你们的婚姻 就是这样的挑剔 跟许多的苛求 我来讲一下 我自己的小故事 我结婚的时候 你知道我老婆 给我出什么难题吗 她要一个演唱会婚礼 然后我就非常生智 我说老婆我要当新郎 已经很累了 我要照顾很多事情 然后我还要开演唱会 然后我老婆 当然就为这个事情 我们也吵了两个月 我跟这个男生一样 一度觉得说 我不要结这个婚了 可是我突然想说 我老婆要的梦想 就这么一次 我为什么不累一点 让她知道我疼她 所以你知道那一天 我们办了一个演唱会婚礼 弄得跟好像周杰伦的 演唱会一样 有开场灯光音响 还有舞群 然后中间有一段 我老婆才从阶梯 她爸爸带着她 在演唱会中 我们再完成了结婚的仪式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你是有能力的对不对 对 你不是说你开一个演唱会 你弄得左邻右舍 都特别不安 没错 川哥讲到一个非常重点的事情 我认为婚礼有两种办法 一种叫做豪奢的婚礼 一种叫精致的婚礼 豪奢的婚礼是用钱扎的 精致的婚礼是用心办 我认为女方 我觉得基于你们的经济能力 我不建议你们办一个什么六十六桌 要去凑什么这个吉祥的数字 吉祥数字都是假的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才是真的 但是我跟各位讲 你以为我老婆真的是要为难我 不是 她说老公 我办演唱会婚礼 不是为了我的梦幻要求 而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你的音乐 因为你是一个音乐人 我想让全世界知道 我老公很会唱歌 幸福是在争取妥协和权衡当中 争取最大化的幸福 所以我说两个问题 第一 幸福是对方主动地给 不是自己野蛮的药 如果她今天答应了你所有的要求 但是愁眉不展 你会高兴吗 开了六十六桌 但整个结婚一天下来 是阴沉着一张脸 父母确实是蹦了急 说着你嫁给我儿子吧 但不是心甘情愿喊出来的 你觉得你能高兴吗 你说逼着别人说赞美我 你说我很好 我是个好妻子 你觉得有劲吗 身价是别人抬出来的 不是自己要的 如果对方心里真的在乎 你他自己主动的 会去给你一个你想要的梦幻性的婚礼 但如果他不愿意给你 逼着他要 你觉得有劲吗 所以说你这么一做 是自贬身价 话也说回来了 你们所有的婚礼几乎都是父母给的 车也好房也好 六十六桌也好 那么你说如果你不这样做证明你不爱我 那我想说的是 如果他就是拿不出这套婚房 又或者是给不了你六十六桌 那你接不接呢 由此就说到第二个问题 爱情能否被证明 我曾经主持一个婚礼 高鹏满座 放了N个VCR 全都是一些明星 祝福某某某跟某某某某结婚 自己花钱买的嘛 人家根本不认识你 钱全是父母花的 你觉得有劲吗 而且他们亲口在我们面前说 我是主持人嘛 你是否愿意嫁给他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娶他 我愿意 事实上证明他们俩都骗了我 他们最后就离了婚嘛 有意义吗 爱情可以被证明吗 所以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 婚姻需不需要形式 需要 但形式不能证明我爱你 我还主持过一种婚礼 就那么几个人 夫妻两个人亲手去买喜糖 亲手携请帖 自己去布置新房 所有的东西都自己亲力亲为 他们享受的是婚姻筹备的过程 而不是婚礼盛大的场面 形式证明不了爱情 再庞大的婚礼 不过是结给别人看 自己有几斤几两 你不清楚吗 我话说实在的 如果这个房子是一天一天攒出来的 今天攒一个平米 明天攒一个厕所 我认为那有爱情的沉淀 今天攒个方向盘 明天攒个轮胎 我觉得那车开起来 倍儿舒服 但是就你们现在这样的 所谓的形式的婚礼 一点意义都没 这婚还是不要结了吧 要结的话 最起码得你们自己沉淀出一点真实的东西 再去考虑所谓的婚姻 对不对 仔细想想 到底是婚礼出现了问题 还是情感出现了问题 你们的爱 经得住你们自己的折腾吗 你们自己仔细地想一想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之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下面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刚刚听了老师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就想说 我做这些都是因为我爱你 不管我为了你去吃菜叶子 还是去练瑜伽 还是美白防晒 我都是希望我们两个的婚礼 能是最完美的一场婚礼 我都希望我是婚礼上 最完美的那个新娘 因为我自己本身并不完美 所以我想要追求完美 可能我用的方式错了 我希望你能 你能原谅我 我都能改 我可以不要六十六桌 我可以不要你爸妈奔解 我可以不要你给我奔解 我就希望你能 留在我的身边 不要离开我就好 今年结婚也好 以后结婚也好 我就希望你别离开我 男生 觉得千万不要把这个 当成博弈的工序 好不好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不要再那么远都已经出来了吗 你说这要是一堆宾客啊 六百六多人看到新郎和新娘出来的时候 是这么两张脸 你说我们还有心思喝这酒吗 你干嘛出来啊 就是我就觉得 我觉得可能我以前不够包容你 不够理解你 我觉得女孩子都是这样的 可能都会有这些想法 对不起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让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庄严实 再给我吧 我们回家吧 我们回家吧 请亮灯 请亮灯 那三十万的婚礼策划就算了 你没人说句祝福呗 我见证了你们 从不好到好 我希望会更好 我今天特别开心 我第一次来就可以帮上你们 你们要好好的把握 我有一首歌 是我最重要的一首歌 送给你们 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忘记我姓名 就算多一秒 停留在你怀里 我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为你 我愿意就是你们两个幸福的关键 只有情感是真的 别的都是假的 别作 好好过 来来来来 我还送礼呢 在这里要感谢 途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他们会为每一对 成功复合的情侣 提供 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 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 来 两位 开始 停 祝你们幸福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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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到了最后你才发现 这个女孩其实 还是挺可爱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一对的年轻人 在她们的爱情道路上 又遭遇了一些什么 我跟她在一起两天多了 天天折磨我 处处刁难我 我真的是无法跟她过下去了 她怎么能变成现在这样 我真的实在跟她过不下去了 真的 过不下去了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徐25岁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一二 23岁 是一名会计 两位都来自太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谁要求来的 今天是我要求来的 你要求来干嘛 我要求来跟她分手 我不愿意跟她分手 你想抓住她 是吗 对 那我们就听听男生分手的理由 咱们从哪开始 从你们相识开始好不好 怎么认识的 就是在13年那年夏天 朋友的介绍认识的 一开始介绍 我觉得她也挺好的 长得挺漂亮 然后我就动了心 就开始疯狂地追求她 她估计被我的诚心所打动了 然后你答应做她的女朋友了 她一开始对我挺好的 天天哄我开心 上下班接受我 我什么都给她做 我又给她媳妇 又给她做饭 我把她伺候得跟公主一样 我累得和孙子一样 她还不领情 天天给我脸色看 她 你看这小伙子的重点是 她不领情 要领情就没事了是吧 对啊 就是我给你做顿饭 然后她就嫌 这个嫌了 那个淡了 就是不好吃 就早茬 但是我那么辛苦给你做的 那你当初那么用心地追我 追到我之后你就变了 我知道你怎么变了 我没有变你 我是不是特别听你的话 说不看其他女生一眼 绝对不看 说不跟其他女生说一句话 肯定不说 是不是 但是你还天天在我耳边叨叨叨 说她闺蜜的男朋友 如何如何对人家好 就好像我对她不好吃 我那闺蜜的男朋友 就对人家好呀 人家逛街走累了 人家背上来继续逛街 你什么时候在街上背过我 是我没背过你 不过你要提出这个要求 我肯定也会背你的 是不是 人家过节最没够花 你什么时候送过我 你就是知道 不好意思 送个花就是对她好的是吧 你平时照顾我 那是不是你应该做的 你把我追到手了 你就对我不好了 实际上面就是 她老拿她闺蜜的男友跟你比是吧 对 老刺激我 老是说我这不如人家 那不如人家 那你怎么忍过来的呢 我就觉得一个男人要大度一点 包容他这些 即使他跟我这样说 我都把苦往自己一个人 往肚子里咽 我不跟他计较不就行 不容易 不容易 后来呢 后来他就想我不浪漫呗 想我不浪漫 主持人我跟你说 有一次我带他去参加朋友聚会 玩那个真心话当冒险 说为对方做过最浪漫的一介绍 他自知误半天说了 在我生病的时候 给我煮了一碗粥 那叫什么浪漫的时候 这还不浪漫啊 这挺浪漫的吧 在生病的时候 是不是你最需要关怀的时候 那我生病了 你就应该照顾我呀 是应该照顾你 我给你包一碗粥 从头暖到脚暖心又暖胃 这还不浪漫吗 那我平时在我闺蜜面前 都说你对我多么多么浪漫 对我多么多么好 我让你做一件浪漫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做过我 这还 这我觉得比送一束玫瑰花 来得实在吧 做一碗粥我觉得并不浪漫呀 好好好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 我确实没送过人家花 我就觉得这方面 确实没给他搞过浪漫 也挺对不起他 让他在他的朋友 圈子里头挺没面子 我就说搞一次浪漫呗 然后我就 我就留意他在商场 说看到有一条项链很喜欢 挺好 买了是吧 我攒了好几个月钱 老贵了 然后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就送给他 然后给他一个好大的惊喜 他也特别开心 最后结果 他居然给弄丢了 你知道吧 弄丢了都是我的责任吗 那不是咱们出去玩的时候 住酒店 我让你帮我收拾房间 那我不是怕他被水淋湿 这是我才沾下来的吗 沾下来你没告我呀 沾下来走的时候 我让你从酒店里收拾一下 你帮我留意一下 我什么都没收拾 你根本就没有在意我 那我脖子上天天带着项链 你没看到吗 那我送给你的东西 是不是你有责任 有义务去保管好它 你没有保管好它 你反倒来怨我 你看是不是大小姐脾气 伺候伺候不了 真是和少奶奶一样 她丢的东西 都能灌溯到你的头上 都是我没有关注她 没有在意她 不是 你能忍呢 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呀 是 我一开始就一直忍 嗯 然后到 到后来我实在是 那自从我丢了项链之后 你是不是对我态度冷淡了 我哪里有 那我以前吃水果的时候 你都包好放在我面前 是 我现在 后来我才知道 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原来是你喜欢上 你单位的一个女同事 哪里有喜欢单 这你不对啊 你可以先跟她分手 你说大小姐我伺候不了了 你不能 你这不对兄弟 不是 天天跟人家聊天聊到半夜 经常搞暧昧 哪里有搞暧昧 主持人 他就说的有点严重了 根本没那么回事 你说 你说 你想 我伺候他那么久 吸引头的怨气 吸引头的不爽不快 也积攒了很多 我就跟同事 你还跟人家说 我对你不好 我就跟同事聊了一下 发泄了一下 互相聊了聊心事而已 那你干嘛不跟她说 跟单位的女同事 我怎么敢跟她说 你没有跟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 我怎么敢跟你说 我跟你说肯定就吵架呗 但是你所谓的理解吧 后来这事就被她发现了 对 她发现就提出跟我分手 分了吗 分了 那你们今天怎么还来了 然后我想 我想我应该是解脱了吧 但是分手之后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她就和变了一个人一样 她就变得 就是原来从乖乖女 就晚上都不出门玩 特别听爸妈的话 后来变得就是如此堕落 我天天跟网上的那些朋友 就不正经的朋友来吧 我怎么堕落了 你可以跟别的女的聊天 我就不可以吗 然后晚上出去去酒吧玩 你们俩不是分手了吗 她有她的人生 你有你的生活就好了吗 是 我本来想的 桥归桥 路归路 但是我通过一些朋友了解到 她居然把工作也辞了 班也不上 然后天天晚上出去玩喝酒 然后我就有点担心你知道 特别担心 那我出去玩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 没干什么出格的事 但是你 你可以跟别的女的聊天 我就不可以出去玩 我跟都是知根知底的同事朋友 你跟的都是那些刚认识 没两天 你就跟人家出去玩 我怕她相当受骗吃亏你知道 明白了 就是虽然分了手 心里还有她是吧 对 那你为什么把工作辞了呢 那时候刚分手心情不好 后来呢 后来然后我就 她爸妈然后就打电话质问我 然后说我女儿现在怎么成这样了 和你分手有 那你还好意思叫我爸妈出来呀 大晚上你叫我爸妈出来干什么 我那天晚上是不是 我决定把你重新追回来 我不想看再这样下去 我想从那个泥潭中把你拉出来 然后我就去酒吧找她 她不跟我回去不说 还想当中让我出仇你知道 让我给她跪下给她道歉 跪没跪 当那么多陌生人的面 我怎么能男儿膝下有黄金 那不是说贵就贵对不对 对对对对 然后她不跟我回去 还要继续玩 我实在没办法 才把她爸妈请出来 父母来了之后呢 后来父母来了回去之后 我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还是百依百顺 她说什么是什么 然后她就折磨我 然后还让我跪 她说你在酒吧没跪 你现在给我跪下 在哪跪的 那我让你跪一会怎么了 在家跪的 你既然要诚心诚意地 把我追回来 我让你跪一会怎么了 在家跪的 我就在家给她跪了 你行 您是不知道那个感觉 跪得我脚 我肯定不知道 你跪一会 我脚腿都麻 站也站不起来 疼的 你还在那里抱怨 抱怨什么呢 是你要求着我跟你回来的呀 这就算复合了是吗 对 复合之后 我本来想的是 就是为了让我们关系更进一步 就是我自己张罗的一桌菜 叫她爸爸妈妈 还有我爸爸妈妈 坐在一起 咱们吃顿饭 当着爸妈父母的面 各种挑三拣四 鸡蛋里头挑骨头 然后说这个菜不好了 那个菜怎么回事了 那你本来把涛做那么闲 你想后是谁呀 就是你觉得闲 就是你看 你那明白的是为了报复我 报复我 我辛辛苦苦做顿饭 我报复你 我疯 吃完饭之后 我爸妈就跟我说 你不要再和他相处下去了 然后我就做好大决心 我就跟他提出分手 但他死活不分 然后就各种骚扰我 不是 你是怎么跟他提出分手 说姑娘咱俩就 他没有跟我分手 他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 他就去见那个女的去了 那你还没有跟我分手 我提出分手了 那我没有同意啊 然后他就骚扰我 去单位还找同事 我跟你们单位同事 也是说我们俩这件事情 让他们来评评理 然后我和那个女的 我觉得他家里的人 就不按好行 就故意破坏我们 你相亲了是吧 对 我相亲了 就看见那个女孩 还挺善解仁义 挺谈的来的 不是 你怎么发现 她善解仁义的呢 你就一箱就发现 她善解仁义了 对啊 因为她 任何小事 都是为对方着想 而不像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她从来没问我 我想过什么 一个受惯了苦的孩子 稍微给点糖醉 那就觉得是蜜是吧 对 就特别 各方面细节 我就感觉 我突然从奴隶变成皇上 我就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好 然后我就觉得 是能相处的女孩 我就想试一试 刚开始处了 没几天 她不知道从哪就知道了 然后就打电话 骚扰人家 就把我打造成那种 脚踏两只船的坏人 那你本来就脚踏两只船 我怎么脚踏两只船 我都跟你说清楚了 你跟别的女的见面 不是脚踏两只船吗 我都跟你说清楚 然后呢 那位善解仁义的女士呢 然后她一开始 还挺信任我的 她觉得 我应该不是那样做的人 但是后来 她就加人家微信 给人家发我俩 以前的亲密照片 然后生生就给我搅黄了 然后就把人家 气跑了 吓跑了 我就说既然分开了 咱们就各过各的生活 好好地走好自己以后的路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你现在还是单身状态 对 你家里给你介绍的 那个女朋友已经被她 对 特别适合 然后她现在跟你的状态是 她现在就是不依不饶 就死缠烂打 那你当初把我死七八恋地 把我追回来 现在你想甩就甩呀 什么我想甩就甩 我对你的好 你没有珍惜 你既然不珍惜 你就不要再来烦我 好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来问问老师们吧 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孩儿 我问你一个问题 除了你刚才很坦诚地说 你追她就因为看她漂亮吗 除此以外 你爱她这个人什么呢 其实相处久了我发现 没什么优点 为什么一个没有什么优点的女孩 你会这么爱她呢 而且能甘心下跪 我那时候把她追回来 就是就是怕她堕落 万一有一天出事了 我怕万一也有我的责任 你怕担责任 第一 你不懂什么是爱 以至于你只是看对方的外表 根本就不了解她 然后跟她在一起 居然还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受过了这么多非人的待遇 第二 你不知道如何去爱 爱一定不是简单的 盲目的一味的付出 第三一个 你根本把握不住爱 你连保护自己的爱的能力 都做不到 你不配谈恋爱 女孩儿 你爱她的仅仅是 她对你的这份付出 而且不灵情 在一定程度上 你比她其实能力更差 而更危险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爱 你甚至于在失恋的时候 采取一种极端错误的方式 去堕落 所以你很危险 所以我觉得两位 都重新审视一下 什么是爱 要真正知道如何去爱 然后要真正把握住自己的爱 我认识一个女生 她跟你很像 她的男朋友跟你很像 为她剥虾壳 为她做所有的事情 然后有一天 这个男的跑了 这女生伤心欲绝 去找这个男生谈判 说你为什么不要我 这个男生问她几个问题 你知道我最爱的是什么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是什么 这女生回答不出来 这个男生跟她讲说 这这么多年来 我跟你一起在爱着你 你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我 多年以后她碰到一个 她真正爱的男人 她嫁给她 然后这个女生完全从一个 好像跟你一样 娇生惯养的公主 变成一个处处为这个男人 着想的一个小女人 这个女生叫孔乃欣 这个男人就是我 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人是这样 你碰到对的人 你会改变的 你知道啊 你今天是来要求她回去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 你今天的态度 那种移植气势 那种高傲 有点骄纵的样子 这个男生怎么会回去呢 但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们两个 在某程度还蛮配的 如果你们真的有爱的话 因为我觉得你是愿意付出的人 对不对 其实再多苦你都愿意 只要她懂得你对她的好 对不对 她偶尔给你一个奖励 给你一点称赞 你就愿意为她做牛做马 我讲对了没有 对对对 但是重点来是 这个女生 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时候该给她奖励 其实你知道 当她去酒吧救你的时候 如果那时候你可以转过来说 你来了 我等你好久 然后眼泪掉下来 拥抱她 我跟你讲 她会十年都做牛做马 那个女人是寇乃欣 那个男人是黄国伦 可是我跟你讲 你不但没有这样做 你要求她当众下跪 我觉得 你有表达情感的障碍 你想对她好的时候 你表达不出来 是不是 你会说反话 来证明 来气她 然后证明她爱你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这样会至时其果 现在其实你们已经分手了 那我男生我想跟你讲 你想要去外面找出口 跟人家聊到半夜 在你现在的爱情当中 其实也不好 也不对 我觉得你应该找她谈 像个男子和你跟她谈 你应该把你的感受跟她讲 如果你们真的要走在一起 你们一定要开诚布公 把你所有的感受 真实的感受 你也是要把你真实的感受 跟她讲 也许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冷静下来 是好的 你一定不止一次的跟她说过 请你给我一点尊严 说过 你一定跟她说过 哪怕你对我有一点点好 说过没有 有用吗 没有 你在跪下去的时候 有没有跟她说我能不能不跪 我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 你问过没有 问过 有用吗 性格 本性就那样 爱情当中 有多少的一退再退 就会有多少的变本加厉 你们俩根本不像相爱的两个人 相爱的两个人都很清楚 对方有底线 那是不可以触碰的红线 我们尽量的就避免这些东西 不去捅对方的心窝子 因为我们彼此爱着 你是谁啊 整个现场对男生说话都是声色俱立 虽然你习惯了 你有对于一个人的基本尊重吗 不要说男朋友 你有对于人的基本尊重吗 这个世界上就这么一个男人对你这样 其实你很平庸 不是因为爱把你捧在掌心上 你何德何能能与止气使呢 他不懂得表达爱有你的因素 我不需要努力也可以获得一个人的照顾 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呢 为什么要自己的底线被对方一统再统 一统再统你还能够忍受呢 我是不是现在忍不了了 我真的是佩服你那一跪啊 我们说跪天跪地跪父母 你居然能够对这么个人你能跪下去 对于这样伤害你的人能跪下去 你哪里有自尊呢 我觉得这个女生是万万不爱这个男生的 但凡是有那么一点爱哪怕是同情 把自己所爱的人踩在脚底下 我不知道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爱 但你也要学一学怎么去爱 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 最主要的是学会一个边界吧 当爱情来了的时候边界就没有了 人和人相处最基本的东西 尊重信任理解 如果都没有了 和谈爱情 最后那六十秒钟 你们怎么去用 在这儿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有机会在爱宝中得到图老师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卡 想好了 就可以向对方去表白了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在以后我希望你学会爱 不要再这样 我也希望你能遇到那个真正爱的人 然后改变自己 然后找到自己的幸福 咱们还是各走各的 各找各自的幸福 我觉得我也学到好多 我知道不能一个人一位付出 两个人应该相互的怎么爱 这个永恒的话题永远是 值得我去慢慢摸索的 听了老师们的对我的评价 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 我知道是我的不对 我希望我们俩谈了这么久 我希望你能回来帮我一起改变 好 请亮灯 男生去语绝 女生还在做最后的挽留 最后怎样呢 两位在后面的门里好好地去思考一下 谢谢你们 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我们看到这样一对恋人 其实谁年轻的时候 大概在情感上面都会犯这样 或者那样的错误 其实大家都犯过错误 如果我是那个女生 我一定选择走 因为我可以没有爱 但是不可以没有人的自尊 看看她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5 4 3 2 1 5 4 3 2 1 请开门 谢谢三位老师啊 至少让一个人成长了 不在一段过往的感情里面 再去纠葛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5年了 他比我大14岁 我们在一起很开心 但父母不同意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个年龄大呢 有坏也有好 坏的是经历多不可靠 疾病缠身难方老 但也有好 那就是很成熟 他知道怎么对你好 也很沧桑 老成持重把家扛 所以扬长必断 感谢屠牛旅游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屠牛 屠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直播期间 打开屠牛APP摇一摇 摇出百元红包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路 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 拉方柔顺喜发路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